我是葉宇峻 今天我要帶你一起來看一下 來自於台灣的品牌Tone5這個改裝套件 如果裝在吉他上面的話 會發生什麼音色上的變化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外包裝很簡單 就是一個吉他的鎖片 然後後面有四根螺絲 就這樣非常簡單 所以應該是自己DIY可以輕鬆完成的 那等一下我也會實際裝一次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裝之前跟裝之後的聲音 那他上面有著名 這是一個由鈦金屬所做的neckplate Stratocaster跟Teddy Caster都可以共用這個尺寸 我會裝兩支 一支是單線圈的Stratocaster 一支是雙線圈的Teddy Caster 那他們的鎖片的這個size都是一樣的 我們各自把它替換成Tone5的改裝套件 那我待會也會錄一下 改裝前跟改裝後的聲音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 改裝這個吧 我們一起來DIY試試看 好那需要的工具很簡單 就是改裝套件以及螺絲旗子 我也沒有裝過啦 我們一起來 試試看吧 首先我覺得應該要先將弦放鬆 所以我把弦 稍微鬆一點點 好然後呢 我用一個移掉夾把 弦稍微夾住 避免他等一下這個時候 真的就直接掉了 變成我要重新穿回去有點麻煩 好先把工具 準備好 螺絲旗子 他這個其實還 蠻厚的 對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本能長這樣 其實厚度就覺得蠻厚的 感覺應該比原廠的厚喔 OK 好本能長這樣子 來 我們先把這個拆下來吧 這是舊的螺絲 這是新的螺絲 看一下喔 規格基本上應該是相同的 好 繼續拆囉 我這把吉他 已經彈了 十幾年有了 中間陸陸續續有改了一些東西 這次來 換換看這個plate 我們看看聲音會是如何 好 舊的鎖片長這樣 哇可以看到這個 歷史歲月的痕跡 這是新的 我可以看見 厚度是有一定的差別的喔 這個舊的其實比較重 說真的 這個 太金屬了 其實真的是比較輕 真的是比較輕 那我們到時候裝看看 看看音色會是如何 好我們現在把它換上去喔 那像鎖這種螺絲的話 我自己都習慣先鎖對角 然後不要鎖到緊 慢慢的平均把 這個緊度鎖上去 才不會到最後裝上去的時候 然後呢 力度不平均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舊的 原廠的 這是新的 Tone 5 再來一樣 裝第二支 這支我也很常用的 Telicaster 我們也一起把它裝上去 其實自己裝這個 蠻簡單的 不太難 我也是第一次拆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Corona 原廠的plate 這個是Tone 5 對 兩邊對照一下 Corona 的plate 跟Tone 5的plate 原封不動的 裝回去 可是我感覺好像 Corona它的螺絲 是比較粗一點點的 對耶 Corona的螺絲 是比較粗一點點的 那這樣子我這個Tone 5我裝進去 變成我咬不住啊 我現在遇到一個 時機的問題 就是 Corona的螺絲 其實是比Tone 5的 稍微大 一點點 點的 所以我現在決定呢 我一樣使用Tone 5的plate 但是我用Corona原廠的螺絲 再裝回去好了 不然的話 它這樣子感覺 沒有辦法鎖到完全緊 所以Corona它原廠 用的規格是比 常規的這個螺絲尺寸 稍微大一點點的 那剛剛Stratocaster那支就完全沒有問題 Guide Stratocaster 就是完全密合的 來 第二組也完成 那這組比較特別 這組是用Tone 5的plate 但是加上Corona原廠的螺絲 我就沒有把它 Cone 5的螺絲鎖上去了 因為它的尺寸稍微 不太一樣 所以 這邊我用的是Tone 5的plate 但是Corona原廠的螺絲 完成啦 其實蠻簡單的 好現在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聲音會變得如何吧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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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